叫做吴隐晨 他并不是受灾的相亲 但是呢 他却也历经了失亲之痛 还记得吗 在7月15号 蓬普所发生的空军空难事件 当时有两位飞官不幸殉职 其中的一位黄品于他的女友吴隐晨 痛失了挚爱 但是历经了一个月有四天之后 他说要让他的挚爱走得无牵挂 自己要活得更好 更能够发挥良能 于是他今天呢 就带着他跟黄品于的合照 跟着刺激之工的脚步 一起走进了灾区 碰到许多的失亲的相亲的 他也不忘告诉他们说 失去挚爱的这种痛 我知道 但是最重要 要打起精神来 我有带挺着唱 为什么也想要带身上 因为我想跟他一起努力 走吧 带着你的心汉祝福 一起努力活下去 艳阳下带着黄品于留下的帽子 小英努力铲除污泥 也铲除心中的痛恨遗憾 能够去抚慰就是遗世的人 你想要让他安他的在天之灵 或者是让他没有遗憾的话 还活着的人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连他的分一起活下去 而且你只有让他的牺牲 变成一种奉献的时候 他的牺牲才会值得 失去家园和失去亲人一样痛 但失去却让人更懂珍惜 小影将对挺于无尽的思念和爱 转化成让生命向上的力量 渐渐的开始珍惜我自己的生命了 我开始发现 为什么他们会说 你有爱就不死 你有心就无惧 那当你懂了奉献 你就无怨 当你开始珍惜 你就无悔 不敢说已经完全坚强 但尝试去找寻另外一种生命的意义 因为在执着失去 只会让人更拿你呼吸 瘦小身躯沾满污泥 小影展开校夜 用行动证明自己会活得更好 会足以让人骄傲 大爱新闻张日平王昭中 屏洞报道 大爱新闻